大家好,非常荣幸在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坚持学习,那么呢,这个晚上呢,我非常荣幸来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这个研究心得,大家知道我长期呢,研究这个中国近代史,其中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洋务运动,因为洋务运动呢,可以说呢,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现代化运动,那么洋务运动,它有分几个方面? 它是首先是用机器生产,第二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现,这个引进了这个现代的企业,你又大机器生产就有现代企业,但是呢,这个现代企业的建立呢,也很不顺利,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中啊,这个现代企业的建立是非常的不顺利, 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在现代的企业环境中,在中国的这个观念和传统制度中呢,这个现代的企业制度啊,是困难重重,这个呢,要从中国的传统的,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讲一下中国传统的这个产权观念和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国传统产权观念,我觉得大家恐怕都很熟悉,我一说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一切都是属于王的, 嗯,那么,这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抽象的原则,怎么样贯彻这个原则,把这个原则灌输到具体的经济政策中, 那么,我觉得,这个,起重要作用的,认为是中国这个最早的这个经济学家,或者是经济管理者吧, 现在还有很多人推崇,就是观子,那,观子呢,他是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抽象的原则具体化,具体化呢,他说,就是说,他在观子这本书中呢,他其中谈到, 立出于一,我念一下啊,立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也就是说,一切资源必须为国家掌握,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源都必须为国家掌握,那么呢,这个国家呢,可以说非常强大,非常强盛,没有人可以批敌,就是齐国无敌, 如果出二孔者,就是说,不二孔,就是某些资源,少数资源,被人民掌握,被民众掌握,那么呢,恐怕他的兵, 军事就不会很强,如果出三孔者,有更多的利益,更多的资源,为民众掌握, 那么这个国家,你就别想新兵打仗,别人牵略你,你也没法抵抗, 出四孔者,就是说,如果人民掌握的国家资源更多,这个国家呢,必然就灭亡, 啊,所以呢,一定要,他就是说,圣贤之王呢,都是先王,都是三明之阳, 就是说,是人民没有办法得到什么资源,啊,他谈到是欲之在君, 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复之在君, 亲君若父母,就一切资源都被国家掌握,所以呢,皇上,国王可以想让你富, 你就国家想让你富,可以让你富,但是呢,想夺货了,让你穷,你也穷, 啊,你就必须得穷,就国家得有这个权利,让你富也可以, 我们的政策,我们什么,想让你富也行,到时候想把你夺货了, 把你的财产,这也行,这样呢,人民呢,就会带国王, 如带皇上,如日曰,亲君若父母,啊,就是那, 一切资源都被国王掌握了,那你说怎么办,人民,啊, 所以呢,他说,人均操本,就是说,一切的东西都要归, 这个君主所掌握,啊,这样呢, 对于这个商人,一定要打击,所以我们的这个易商,啊, 是早早的,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一定要易商,啊, 要这个,易制商人,啊,啊, 因为他认为商人又不生什么利,反而呢, 还有钱,大家都经商了,就有所好,他认为是有所好闲,啊, 商人还有钱,所以呢,一定要,易制商人,啊, 他说,把商人你管住了,易制住了,没有什么商人, 那么集市呢,就很萧条,集市萧条,大家都都不去集市, 那么人民干什么呢,只有去生产,农业生产, 才能够,啊,才能够这个生存,才能够生存, 这样呢,你国家呢,就很这个富裕了, 他说,其中国家的政策,商业政策,经济政策, 他提出了,很重要,他说,如果商人卖东西卖的贵, 啊,他认其国现在就是错误的, 商人卖东西卖的贵,结果皇上也就高价买, 他说不对,他说那个,你应该,商人卖的贵, 你就要轻,反正是你正好跟商人相反,啊, 让商人呢,他总是在你的掌控之下, 总是在你的掌控之下,啊, 确实的,他反复的强调,富能夺, 贫能与,乃可为天下, 富人的东西,我可以夺过来, 穷人的东西,我可以给他, 穷人很穷,我可以给他一些东西, 这样呢,你这个国家就很强盛, 一切权利归国家,一切资源归国家, 啊,那么, 是,大家都知道,商鞅的商军书, 也是强调,利出一孔,则国多物, 吃,出十孔,则国少物,啊, 他认为呢,出十孔, 国家就乱了, 人子呢,是一个观点,啊, 利出一孔,这个国家就会强盛富裕, 如果人民都掌握资源, 这个国家就要乱, 并且呢,他说的一孔又具体化, 就是农战,啊,就是农业和打仗,啊, 农业你生产的多,啊, 你交税多,啊,什么的,交工,交粮交的多, 你,啊,包括那个官爵, 你打仗,立功多,就有官爵, 一切归国家, 那么,中国的传统的这种产权观念呢, 我什么是, 牢牢的掌握在这个, 就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文章,啊, 什么,在千百年来, 已经化为我们民族的灵魂精神中的一些了, 就是韩裕的原道, 他其中谈到, 事故君者出令者也, 我们都知道, 韩裕是很有名的这个八大家, 这个文豪啊, 文章有气势, 这个逻辑性又强, 他的文章是历朝历代的这个文人, 都要读要背, 我们的课本中也选过, 是吗, 他其中原道说的特别明确, 他说, 事故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这个肃米麻斯, 做弃民通货才以示其上者, 君不出令者施其所以为君, 臣不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施其所以为臣, 民不出肃米麻斯, 做弃民通货才以示其上者, 就是说皇上, 你的职责就是发命令管理百姓, 老百姓, 大臣, 你的职责就是把皇帝的贯彻, 皇帝的命令来这个管理百姓, 来这个管理百姓, 这个人民, 你的职责就是生产各种东西, 包括经商, 生产东西和你经商发财, 所有的东西应该交给国家, 交给皇上, 皇上想要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你君主不出命令, 你就不配当皇上, 你大臣不贯彻皇上的命令, 你就不能当大臣, 关键是最后一句, 老百姓你生产东西, 包括你经商的财物, 你不交给国家, 那就要杀, 则住, 这个读起来是很令人恐怖的, 说国家掌管一切, 国家掌管一切呢, 到了近代, 有一个人他发现了这个, 还有另外一种国家观念和管理方式, 这就是严富, 严富是留学英国的, 他到这个社会通权, 他翻译这个社会通权, 因为我们知道严富的书嘛, 翻译书, 总是自己要加很多暗语, 他说的很明确, 他说, 他比较了中国和英国, 他说, 中国之严正也劝寸权持柄, 皆属官嫁, 其行政也乃行所固有者, 假令取下民之日用一切, 而整其之, 衰字先锡, 终无有人, 以为国家为不当为你, 实且以为能任其天职, 这什么意思呢, 就发现这个, 他是留学英国的, 因为这个英国的政府是有边界的, 很多东西老百姓说的, 或者人民说你不能干预, 你政府不能干预, 不能管, 他说中国之严正, 中国的传统政治观念和百姓也认, 就是一点一毫的权利都归于官府, 官府管老性可以管到极其细致的地步, 没有人以为国家不当为你, 认为这就是国家的天职, 我想大家最近对这一段话的感触恐怕更深, 就是中国传统和中国传统的这配套的, 是一套经济制度, 或者经济制度呢, 有一定的市场啊, 有一些市场啊, 交易啊, 这些都有, 但是呢, 如果说就商人和商人之间, 是讲究一个权利啊, 义务啊, 契约, 但是呢, 政府就是朝廷和民众之间, 政府和民众之间是没有这个的, 因为它两者不是平等的关系, 就是说我刚才说, 你的都是我的, 你的都是我的, 那么这种观念和这种制度呢, 在近代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这个变化是一点一点的, 事实上引导这个风潮, 引导这个变化的人, 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少重大的意义, 他只是觉得, 哎, 形势逼在这儿, 要镇压农民, 造反, 要这个列强不断来侵略我们, 我们要紧张他, 我们要一些现代化的武器啊, 装备啊, 这样他也并没有这样意识到, 这样会一点一点的建立起一个现代制度, 所以第二, 下面我们讲第二点的就讲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刚才我讲了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引进机器, 一个是他的现代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所以我说这个现代企业呢, 在洋务运动阶段呢, 还不能够完全说是现代, 只是说你引进机器, 总要有一个现代的一个机构来生产, 因为我们如果用完全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呢, 他还谈不上一个现代, 结果恰恰关都商败是传统, 向现代过渡中的重要一环, 而这一环恰恰中国后来没有走好, 清王朝吧, 没有走好这一步, 恰恰导致了他的面亡可以说, 知道首先是引进机器, 引进机器呢, 就是说林泽徐呢, 在和这个英国人打仗的过程中呢, 他认识到要失忆长继以致疑, 但是他这个观点, 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就不重复了, 这个观点受到了批判, 包括海国图志, 这本书被记, 林泽徐卫元被这个扣上了什么, 溃一下之防为窗乱之街的这个帽子, 那么呢, 他就是说不许, 就是王朝呢, 清王朝呢, 不许用国家军队, 不许用洋枪洋炮, 或者现代化的武器, 还是基本上得用传统的武器, 是谁打破了这个呢? 是这个曾国藩, 曾国藩我们知道, 他组织团练, 去抵抗太平天国, 他的团练呢, 和一般的团练不一样, 一般的团练呢, 都是为了这个, 只要保护自己的家乡, 你无论是土匪啊, 农民造反什么, 你一过去就完, 我只保护我自己家乡就行了, 而曾国藩的志向呢, 我不仅保卫我自己的家乡, 我还要去镇压太平天国, 镇压太平天国, 他就知道, 曾国藩这个人比较实实求是, 我要用最先进最厉害的武器, 他知道洋枪洋炮厉害, 所以1853年下半年, 他就准备在筹备的时候, 乡军的时候, 他的团练, 他就因为他筹款能力很强, 他就让人到广东那边, 去给他买洋炮, 买洋炮, 后来到1853年底, 到1854年初, 他的洋炮到了, 所以他乡军他准备好了, 他才出, 才出师, 准备好了才出师, 所以他说开始打仗的胜利, 他说主, 他自己也承认, 主要是靠这个洋炮的功劳, 你想, 这是第一次亚派战争, 1840年到1854年, 经过了14年, 才允许用洋枪洋炮, 而且这个允许用, 还不是国家正式军队, 因为曾国藩他不是国家正式军队, 他是他自己的军队, 自己的军队自己仇想, 他不需要, 所以朝廷也不干预他, 你是这样太平天, 我就帮我打太平天国, 现在在打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显示了洋枪洋炮确实厉害, 这时候朝廷才让八旗律, 国家军队才正式用洋枪洋炮, 也就是中国的这个变革呀, 往往是从边缘开始, 从边缘向中心突破, 从边缘向中心突破, 可以说用武器都耽误了14年, 本来呢, 你像你被人家打败吧, 马上知道别人枪炮好, 就要买别人的枪炮, 军队用最先进的枪炮武装起来, 但是呢, 中国还非要等到14年后, 曾国藩这种非国家军队, 从他那里开始, 从他突破, 大家可知道用枪用炮, 用洋枪洋炮都这么阻力那么大, 你要生产困难就更难, 所以朝廷呢, 是不允许你用机器生产的, 而曾国藩争酌里是有见识的一代人, 他们认为中国光买洋枪洋炮, 这不行, 得造洋枪洋炮, 曾国藩在1862年搞了一个小小的安庆军械所, 用仿照这个外国的轮船, 仔细观摩啊, 造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轮船嘛, 不管怎么样, 再落后再笨拙, 必定是中国的第一个用蒸汽, 用蒸汽运行了一个小小的木轮船, 这是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 就是说用机器代替人力, 用机器代替人力, 以后呢, 曾国藩争酌里, 本来我跟他讲洋务运动呢, 应该是这种现代化运动, 应该是朝廷主导的,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 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化运动, 但是在晚清, 却变成了又镇压太平天国之后, 掌握了政权的地方官, 来推行的一个这个现代化运动, 引进大机器, 建立这个很多工厂, 生产军用品, 生产枪炮轮船, 洋务运动开始呢, 从1862年开始, 都是这个用机器生产, 枪炮军工, 而如果不学历史, 大家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哪个政府, 他不想要最现代的国防, 有最现代的武器, 但是在中国呢, 引进这个大机器生产, 引进现代军工企业, 对镇压农民企业, 反对外国侵略, 对清王朝呢, 是至关重要, 可以说关系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 但是遇到的主力之大呀, 也超乎想象, 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 要不要学习声光变化, 这种被称之为吸血的自然科学知识, 遇到了顽固派的强烈的反对和阻挠, 他们提出来呢, 只要读孔孟之书, 学尧顺之道, 便可以明体达用, 就是为什么我们非要学习这种技巧, 这种心而上者为之道, 行而下者为之气的奇迹引巧, 我们不需要学我们的华夏呀, 华夏文化, 我们的这个什么四书五经啊, 孔孟之道是最高明的治国之策, 为什么要学习什么制造轮船呢, 要是要制造洋枪呢, 尤其他们提出了, 立国之道上礼仪不上权谋, 根本是屠在人心不在记忆, 他们说你们洋务派这几个人, 就是用权谋代替礼仪, 根据这个记忆这个机器来代替人的道德, 所以呢, 洋务派呢, 这个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可以说每一个大工程进展的都不是很顺利, 都是都不是很顺利, 就顽固派始终掌握了儒家的话语权, 认为儒学刚长才是立国之本, 引经科学自然呢, 自然科学呢, 便是破坏国本, 这个我讲过几次, 我在这里就简单提一下, 大家知道就是李鸿章在1865年, 他曾经个人提出来过, 应该有电报电话, 建立电报电话来代替传统的, 这个驿站呀, 马呀, 你像伊犁呀, 广东啊, 跟朝廷传信, 还靠马, 靠驿站, 那用电报电话就很快, 他当时赞同的人就不多, 他1868年, 他正式给朝廷上了咒责, 那朝廷完全反对, 因为这种东西, 会这个是对这个祖宗的背叛呀, 在地上电流通过是祖宗不安, 就是不孝对吧, 那宗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所以朝廷就不同意, 是直到1879年, 李鸿章先斩后奏, 他在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 他没有经过朝廷同意, 他悄悄的就让一个外国公公公公司, 就给他架了一个几百公里的电话线, 从天津架到这个唐姑还是大姑吧, 到炮台, 仪式觉得很好, 很多官员仪式觉得太神奇了, 很有效率很高, 这个电话随时通话了解情形, 才跟朝廷, 那么朝廷1880年才同意, 用了12年的时间, 努力就是朝廷, 这次讨论中国能不能用电报, 用电报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伦理刚长啊, 这一套就和咱们改革之初, 很多人都知道的, 所有的事情都要问一个姓氏而姓姿, 在地上电流通过是祖宗不安, 就是不孝对吧, 那忠诚求忠诚必于孝子之门, 所以朝廷就不同意, 是直到1879年, 李鸿章先斩后奏, 他在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 他没有经过朝廷同意, 他悄悄的就让一个外国公公主事, 给他架了一个几百公里的电话线, 从天津架到唐沽还是大沽砝台, 仪式觉得很好, 很多官员仪式觉得太神奇了, 很有效率很高, 这个电话随时通话了解情形, 才跟朝廷, 那么朝廷1880年才同意, 用了12年的时间, 努力就是朝廷, 讨论中国能不能用电报, 用电报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伦理刚长啊 这一套就还怎么改革支出 很多人都知道的 所有的事情都要问一个姓氏而姓姿 那么修铁路呢 实际上呢 对这个国家更加重要 建铁路 李鸿章是1872年第一次跟龚庆王提出来 龚庆王是支持的 但也说肯定反对的人太多 我都不敢提 李鸿章他不太相信 他就提出来 结果受到一顿猛攻 说最后的结论 说他不是为中国谋 是为敌国谋 后来李鸿章想了种种办法 最后最后 经过17年之后 在1889年慈禧同意 整整17年 整整讨论要不要修铁路 争论了17年 李鸿章想尽办法才修 这就是洋务运动呢 这个企业办得很艰难 开始的 只是引进大阶级生产 就这么艰难 所以呢 清末呢 这些当然了 洋务派的这些军工企业 可以说是历史的不得不然 这些企业呢 是近代中国 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 培养人才 因为当时 读书人嘛 都还是读这个 这个45经科举是正途 那么李鸿章他们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个 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 就是引进这些大机 建立大工厂的时候呢 都附设一个学校 你总得有职业学校 或者有机校来掌握机器啊 什么呢 来叫 招穷人家的孩子给你钱 给你什么 免你学费 还给你膳食费 那么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还是学这些 学西方的科技文化 事实上 这些工厂呢 在开创风气方面呢 取了巨大的这个进步作用 大机器的引进成为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开端 可以说呢 是具有相当大的历史的合理性 但是呢 官办企业 他的弊病 我一说大家都知道 很明显 这些官办企业呢 在体制上 因为他一半就是官方办的 完全是衙门社的管理 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 他事实上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 他的领导的就是这些企业的领导的名称 都叫总办 总办会办提调 多少个提调 多少个会办 总办依然什么的 这就是官场的这个官的名称 并且呢 这些企业呢 都是我刚才讲了 是争夺理啊 或者地方官办 后来很多地方官也都办 他们觉得这些企业呢 就受总督巡抚 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 这些官企呢 必然呢 就是说因为他不讲究效率嘛 可以说是安排官员的地方 毕竟有很多容员 对吧 富裕人员 机构臃肿 许多人呢 应官设职 有的人呢 是觉得不好安排的人朝廷 或者是一个地方政府 不安排某个人的官 那你到我们下面的一个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机器制造局 这个局里面嘛 你也不用管什么事 反正给你一份心事就完了 政府呢 也把它当作安排官员的位置的地方 那么同样 大家想想 久而久之 贪污腐败 肯定很严重 管理也很混乱 生产效率 就很低下了 生产效率当然就很低了 那么这时候呢 所谓的一些到一八六几年的时候 毕竟开始聊对外国的了解 要多了一些 六二六三到七十年代吧 对外国的了解逐渐多了 到七十年的一八七几年 从前像林泽徐那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认为西方强 列强强 就是船舰炮力 就是他武器强 但是后来人们了解 他怎么会有那么先进的武器 那么大 他怎么供养得起 制造得出 就发现 他在他武器强大背后 是他的经济发达 事实上也用今天话说 打仗就是打经济 是把俄乌战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打经济 那么西方这个列强 经济的为什么发达 他们发现的是工商 工商立国 所以有一些读书人就开始有这个观点 甚至于个别开明的官员 比如说以郭松涛为代表 李鸿章是有这个观点 但李鸿章他毕竟是个做事的人 他很狡猾 他没太宣称这些 而这个呢 他没有公开的来谈这一点 开始 而郭松涛是公开的谈 就是要工商立国 我们要把以农立国改为工商立国 并且呢 对商人的地位要提高 这个呢 就受到了猛烈的批判 认为工商是莫夫 我们传统农业呢 是本副 只有这个农才叫民 商人甚至大家知道 是农工商 甚至认为这个商人干脆就不能够称之为民 所以呢 认为你们说的复国的那一套公商立国 他说外国可以 他当时原话叫行之外移则可 行之中国则不可 他说外国是追求力 是君主啊 他和包括人民也在牟利 而中国呢 君主是 人民是靠君主养活的 靠皇上养活的 靠朝廷养活的 根本不需要工商 如果大家都为了求富 那么根本就不是民了 但是毕竟这个新的观念和新的风气 还是在一点点吹进来 比如说19世纪70年代 就开始有一些华侨商人 或者是在租界附近 上海租界附近 有些商人就比较富了 民间商人 就开始买一些外国机器 悄悄的办公厂了 现代工厂 比如说烧司厂在广东 用蒸汽为动力 远海各省有的地方 上海就开始 有些商人 买一些外国机器 进行了现代回忆 进行我们叫现代吧 因为近代英语 就是现代 进行生产 但这是违法的 只要官方一发现 就会查办 严厉查办 把这些企业给封禁 这些企业偶然有办的 但是也发展不起来 因为你是非法的 只要朝廷发现 官府发现 地方官发现 就可以给你查封 我们可以说 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刚才讲 曾佐理提出来 要办用现代化的机器 生产枪炮 军舰轮船 还遇到那么大的阻力 朝廷开始都不是很支持 我们可以说 这个朝廷中央政府 他很荒忧 他很荒诞 但是从产权上来说 你争夺里办的 都是官办企业 朝廷有这个权力 来否决你 从所有权的角度 你又 朝廷有权力否决你 是 这些民办企业 这些商人 我是用传统的手摇织布 还是用机器 买机器织布 我是用传统的 什么水利的 那个作为动力 来压米 还是用蒸汽来压米 还是用申口压米 这完全是我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事 是我的产权范围内的事 产权所有其中一个标志 就是说 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 我想用什么方式生产 拿着我人为最断钱 我就用哪一种 官家凭什么过问 但是呢 在传统社会 一直到这时候 官家就是有权禁止 禁止你 也就是严富说的 官家管你 认为管你管的一丝一毫 都是官方的权利 实际上 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 在中国 所有的人 实际上只是有限的产权 就是官方如果想干涉你 那你好不办法 所以产权得不到保障 尽与否权力呢 权在官方 毕竟这个主张啊 开始主张发展工商的人 开始多了起来 虽然还是少数 但毕竟一点点多了起来 于是反对的声音呢 反对的力量呢 也更加强大 反对的力量就说 政令必统于一尊 中国的传统财富归一人 归一人归谁 归皇上 啊 这个是不能够变的 他谈到中国呢 必须实行传统的 重农一商 重官一商政策 说中国制制 中国的制度 必须朝廷朝礼宣 这样使富商大股 就是最富的商人 使官患如地天 偶一叛来 便以为 智荣极宠 思朴夫 以献其财力 而唯恐不那一 就是说官员 随便到哪个 官员随便到哪个 这个商人的 啊 或者是工商的 这个东西 看一下 你的商店 看一下 你家看一下 你就要 使官患如地天 以为这是官员来看我了 我们官啊 地方官来看我 是智荣极宠啊 土服在地 以献其财力 而唯恐 政府不要 官方不要 也就是说商人 无论多富 都要是官员 如地天 官员偶一叛来 商人就要 引以为 罪大光荣恩宠 恩宠 商人要 匍匐在官家之前 敬献自己的财产 而唯恐 官家不要 这是千百年来 中国官对商的 基本态度和原则 但是事情在发生变化 总会一点一点发生变化 就是1871年 实际上1871年 我们从一 如果从1862年 李这个曾国藩办 安庆军居所开始 后来左中堂办了上海 左中堂办了这个福州的传政局 学轮船 制造轮船 这个曾国藩和李洪 又办了上海机器制造局 还有很多很多 军工企业 大家想想 军工企业 极其耗钱 并且它的机器都是进口外国的 成套用精量化说 成套机打工厂 成套设备打工厂 一买一个打工厂 一买一个打工厂 极其费钱 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生产那些原材料 是炼铁炼钢 这都极其耗钱 极其耗钱 而生产出来的枪 炮军舰 并不卖 都是给政府自己生产 自己军队用 他也不卖 他也不赚钱 等于从财政上市 一个纯消耗 是纯消耗 所以办了十年 大家知道 这个晚清的这个财政呢 是极其困难的 极其困难的 这时候事实上财政维持不下去了 而这个反对派 抓紧这个机会 借这个机会就说 你们本来就不应该办这些企业 这些企业就是 什么这个 就是用一遍下 学第一的什么什么啊 现在还没钱了 没钱了 国家财政 你要再办 就会挤压老百姓的财政 那么清政府也确实没有钱了 他财政上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朝廷也就想是否应该停办 也就觉得恐怕不得不停办这些企业了 当然 曾左里是坚决反对的 曾国藩 左中堂都上奏折坚决反对 他们就提出来说 我们中国好不容易才办了十年 才刚刚摸进门道 摸到门道 不容易才刚刚摸了一些门道 摸到门道这时候 刚刚入门就要停 下次中国再办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一定要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而朝廷的业绩也觉得很为难 确实不应该停 但是确实没有钱 你怎么办 再坚持你没钱也坚持不下去 而李鸿章啊 他是做了调查研究老谋深算啊 他就写了个咒哲 他最会借力打力 利用反对者的这个观点啊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承认反对者说的是对的 没有钱了 但是呢 他这个咒哲 首先是从世界近代史和当前来分析了一下 简略分析 令人信服的觉得 列强还要来侵略我们 要来打我们 他们打我们凭什么 就是凭船间炮利 所以我们不能停 不能停 那么 你得拿出个办法 可以说曾国藩和左中堂 只是表着一个坚定的态度 没有具体的办法 而李鸿章拿出来一个具体的办法 就是 他承认你反对方说的道理 有道理 没有钱 他的结论就是说 既然不能停 又没有钱 那想办法赚钱 怎么赚钱 他就把他本来想做的一件事 根本就没敢提 大概我还提过一次 就是被一片反对之声 他我们大家我反复强调这一点 用机器生产军工品都有那么多反对 那么用机器去生产民用品去卖 用轮船在长江跑航运 卖给老百姓 卖给商人 收这个什么船票 这就是市场里赚钱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时候李鸿章就起去了 只有这个办法 你说李鸿章这个奏折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首先分析国际形势和历史趋势 认明是不能停 第二 他不仅向曾国藩和左龙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不能停 他更重要的是 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第三 他充分准备调查研究 详实的数据来 来说明这个 他从具体分析财政问题 从财经整理成章的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要求 是求付 应该叫商船 我们不能制造的军舰 我们还应该叫商船 我们的这个不能只打仗 我们生产东西 还要建立民用的商业运输企业 要建立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 穿满民用企业 民用企业 盈利赚钱 朝廷最后同意了他的观点 可以这样呢 洋务运动呢 就从求强到求富 求强 求强的就生产军工产品 这时候呢 求富就是生产民用品 从外国买机器 织布 完了生产羊布 我们自己生产羊布来卖呀 这一套啊 可以说朝廷同意了 结果顽固化 本来是最反对这一点 结果反而被李鸿章所利用 可以说呢 但是呢 尽量或者朝廷只给你政策 说你李鸿章可以办这些企业 生产民用品啊 办轮船啊 搞轮船 航运啊 卖钱啊 都可以 但朝廷不给你钱 这些企业要大量的钱 而李鸿章也没有钱 用今天的话说啊 恐怕诸位经商 在从前很难碰到这种事情 叫做只给政策不给钱 啊 我给你这个政策 你可以办 但钱没有 啊 那么李鸿章呢 因为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他知道 这个 在上海啊 在哪的这个 外国商人 啊 因为在租界允许外国人嘛 办什么轮船公司啊 什么都行 在长江跑航运呢 有很多外国工厂 外国公司 有大量的华人买办 啊 这些华人买办又很有钱 这华人买办和中国富商 本来就想自己办点这个现代化企业 但是朝廷不许可 所以呢 他们呢 就只能够给 就几个出路 一个继续给外国洋商当买办 第二呢 有的商人 比如像 长江里好几个外国的美国的英国的轮船公司 他们知道轮船公司跑航运 很能够赚钱 但是中国商人 我有钱想买轮船建轮船公司 朝廷不批准 这些人呢 有的人就几个人合伙买一个大轮船 我们找到英国或者美国的轮船公司 我们挂靠在你名下 大家经商的恐怕很熟悉挂靠这个词啊 挂靠在你的轮船公司是你的 我们交你一笔挂靠费 那那些轮船公司也很愿意呀 得笔钱 你的轮船 你挂靠在我名下 我只出过名 反而得一笔钱啊 所以呢 李鸿章知道 这些人呢 又有钱 又有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 他觉得呢 把他们弄过来 用他们的钱 让他们投资办厂啊 用他们的来这个投资办厂 但是注册呢 是官家的 官家还出一点官本 就是朝廷要出一点官本 他说这样呢 注册就是国家的 就不违反了朝廷 不许私人办现代企业的这个禁令 可以说呢 那是朝廷一看也没有办法 我确实允许李鸿章办 我又给不了他那么多钱办 李鸿章也没有那么多钱 提出这个办法呢 朝廷觉得也不错 他也没有违反我们的禁令 注册还是国家的呀 官都商办 所以就同意了啊 可以说官都商办 就是官总期大纲 查其利弊 而李鸿章提出来 有商等 有商人嘛 几股的商懂自立调义 商人自己经营 简单的说来呢 就是从法律上说 是官办的企业 但股本和实际经营呢 主要靠商人 也就是李鸿章 这时候面对着那个巨大的这个体制性障碍 不许有民营现代企业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他 推翻他 他曲折突破了体制性障碍 就是官都商办 了解改革开放史的人恐怕都清楚 我们长期改革开放之后 有一种叫做戴红帽子 一些商人有钱了 或者一些必须挂靠这个 在一个集体呀 或者是国营企业的三产呀 政府事业单位的三产呀 叫戴红帽子 戴红帽子 实际上要学历史就知道会这样 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呢 总体性的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允许他办 现在民用企业允许他 官都商办 用民间自白 只要你注册是国家的就行了 是朝廷的 所以1872年呢 第一个企业就是轮船招商局 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 这种官都商办的民用企业 这个标志着刚才讲了 从这个洋务运动呢 从军工转向民用 从求强转为求富 从官办 重要的是后面 从官办转到了 官都商办 就从前是完全的官办 现在开始商人民间资本介入了 甚至是大量的民间资本介入了 第三一点 从求强升化为求富啊 重要的是这些 这些企业是为了赚钱 这些企业是为了赚钱 赚钱就是通过市场交换 追逐利润 追逐利润 这个现代企业生产方式 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更强了 从前官办还可以完全是这个传统的 这官衙门儿似的 这样你追逐利润 要加强什么 企业管理 要加强核算 要加强企业管理 这个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逐渐逐渐就开始 生产了 这种官都商办 由商人出资认股 政府委派官员 经营管理的模式 对当初的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 对民间工商业资本的发展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后马上证明了 这个非常赚钱 很有意义 杨务派 包括地开 开办了很多这种企业 比如说开瓶矿物局 电报局 我看到上海纺织支部局 一系列这种大型的 一系列这种大型的这种企业 很多买办呢 甚至从洋行测制 入股这个利润更加丰厚的 中国的这种官都商办企业 用今天话说 李鸿章利用他们是连资本代言 一起给你弄过来 给你更高的回报 更高的利润 这样呢 19世纪80年代初 从187年开始慢慢慢慢 逐渐出现这些企业越来越多 显示出来很能赚钱 商人可以投资进去 我按股分红 所以19世纪80年代初啊 中国社会就出现了第一次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 这种呢 以官都商办的方式经营近代企业 促使了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民用企业 拖延而出 民用不是民营啊 民用企业就是生产这个布啊 什么的轮船啊 啊 中国最早的 中国最早的资本家 便是由这些投资者 主要是商人 买办 地主 官僚 撞化而来 可以说呢 官都商办 功不可没 记住这一点 但是呢 和官办企业一样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刚才我念过的时候 大家恐怕我一说 大家这些企业 轮船招商局 上海支部局 开平矿物局 什么电报局 这个局 转农堂的兰州之女局 什么福州 什么造船 什么局 都是局 什么叫局 局就是衙门啊 还说到底 还是衙门 领导者必有关系啊 李鸿章任命了很多这个 买办 纯粹就是买办商人来 一些企业 但是他知道 这你住的是官家的 按照中国清政府的这种规定 你必须得给他们受个关系啊 所以这些人 当企业家的时候呢 同时又有个关系啊 虽然给你的关系很低 但是呢 还有关系 关系就是行政啊 这个呢 这个传统呢 直到现在我们的什么央企啊 什么地方国企 啊 都还是有行政的 这些领导人都有行政级别的 对吧 啊 的 同样这些企业呢 非常赚钱 啊 刚才讲过 开始非常赚钱 但是内部的这个顽固派啊 一直是在反对啊 我有几个大风波 我就不讲了 具体的啊 大风波呢 他们就是说 你注册是国家 是朝廷的 朝廷就有权力来查你的账 你别看你像李鸿昌就让几个商人管 就是我们的官本也给点钱 他们商人分的更多 他们的利润啊 有人提出里面有贪污法 要查账 要查账 要派这个查账主 有今天的话 就是什么清查小组之类的 到招商局到那 那么最赚钱的 就是轮船招商局 因为是第一个 他办的又好 赚钱又多 所以顽固派把精力集中在就是整理招商局 但是呢 几次说要查招商局的账 都被李鸿昌挡住了 李鸿昌这一查账 这些企业就 生产啊 盈利啊 经营啊 就要受到 这个 就要这个受到这个 损失 他就说 我们刚才 我们开始盯的时候 就说 谷位主 绝大多数都是商股啊 我们官本之一点点啊 啊 你所以呢 只要官本不亏就行了 啊 你都是商股 商人经营 亏盈都是他的事 反正我们 他定的就是说 官本是 无论盈亏 官本要 要保本的 用今天话来说 他为了稳健体现吗 这种官资 他不是一个投资 他是一个借贷 是电资 电资就是说 你必须得还啊 你无论你亏你赚 你得还 他风险 他当时不敢 官方不敢承担这个风险 啊 这个1880年 又有一波更有强有力的人 来弹劾这个商商局 说 事实上是归伤不甘官 而这一次呢 是一个严官啊 叫国字监 记久 王先谦 上奏 实际上他背后 支持他的是个很有权力的人 也是杨 杨务派官员 湘系的 杨务派官员 叫刘坤一 他在支持 支持侵查这个 轮川商局 因为刘坤一 因为从前 他是湘系的首领 因为这时候 湘系的这个政治地位啊 远不如怀惜了 不如李鸿章 所以他一直不服李鸿章 想公立鸿章 所以这时候就借着这机会 让别人 让这些严官 他在背后怂恿 严官 说这些你注册的 就是官家的啊 轮川商局 结果现在 这种商人赚哪钱了 啊 这次很多人想说 一定要把这个 轮川商局收归官办 完全收归官办 这李鸿章知道 李鸿章这时候知道 关东商办企业 他知道反对者最记恨 也为朝廷所担心的是 这类企业对朝 对统治者 对朝廷的政权 所起的作用 究竟是巩固 还是削弱 所以呢 他首先 列举了 他是为这个商人说话的 为了他 他反对 收归官有 所以他首先列举 这几年来啊 这个轮川商局的成就 大量的数字 证明了 轮川商局 确实经营很成功 是长江水运 本来是洋人 就是外国轮川 轮川公司 其他轮川公司啊 站的最主导第一位 由这个轮川商局呢 使他们的份额呀 盈利的份额大大减少 所以李鸿章强调 其力 故散之于中华 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企业办好了 是 使统治者的政权 更加稳固 他知道朝廷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你商人那么富了 会不会威胁我 李鸿章就说商人富了 他没有用商人富 他是中华 散之于中华 中华得利 他反复的利用中华这个词 而不说华商 因为他深知了中国的传统 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了 朝廷对商人 对华商等私人或巨额利益 是心存警戒的 你们那么富 会干什么 所以呢 他刻意回避了华商 这个容易使朝廷 联想到私人的词汇 在激烈的争论中 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 当然更容易得到朝廷的支持 而且呢 确实华商 华商得利 也可以说是中华得利 你也不能说是错 对吧 所以这个怎么样选词 李鸿章是煞费苦心 李鸿章呢 他从永关的章程啊 规定啊 说我们政府应当遵守 我们早定立的这些章程 这些章程就说了 是商人管 商人投资 商人办 注册是国家的 他们分红 只要保证我官本 无论他赚他亏 保证我官本不亏 还要给一些钱啊 相应的给一点利润就行了 这是我们当年的章程 这么规定呢 但是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李鸿章绝没有跟朝廷 说我们要遵守契约 他知道刚才我讲过 就是中国的这种国家 官和伦理的朝廷官府和民间商人之间 是不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市场的关系 是一种你臣服于我 你是我的臣民建民子民草民 我们俩不是契约关系 不存在我和你存在一种市场交易 我和你是一种主体 也就是说我和你的关系是 说的好听一点 是父子关系 我让你富就富 我让你穷就穷 我想要就要 管子也说的很明白 可以让你富也可以让你穷 让你穷一富全在我手中 是李鸿章深深的知道这一点 他只是说了这一个之后 他一转还是用民族主义话语 什么呢 他说我们这些章程都是公开的呀 都是公开的 如果我们要不遵守章程要毁约 那么洋人会 首先洋人会耻笑 觉得政府不遵守章程 他用洋人耻笑 另外呢 他还是强调 这些企业是华商得利 是中华得利 所以他知道一定要用这种民族主义话语 而不能用这个什么现代的契约论来说 这个政府朝廷也要遵守契约 所以呢 这个朝廷呢 还是同意了李鸿章的 因为李鸿章毕竟又有权势 所以呢 还是同意了李鸿章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没有收回 还是官都上办 那么官都上办 我刚才讲过 是官都上办企业 他非常成功 因为开始的时候 民营企业没有官支持 没有像李鸿章这种官支持 你根本办不起来 就李鸿章他们办 他们办纯军工的 现在企业遇到的阻力这么大 你说民办 你民间办这种企业 是根本不可能的 朝廷也不同意 但是 官都是成功之处的关键 但同样也就埋下了 他失败的浮现 有很多问题啊 他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 所有志不明 首先清政府从上到下 各地地方官 包括朝廷 都把这些官都上办企业 因为他注册的都是我的呀 地方官注册 某些注册是某些地方的 朝有的用经济话说 央企注册 就国家的中央的 所以都是为自己的财产 越取越夺 经常呢 无偿的 要这个 要那个 你替我办这个 你替我办那个 要向清政府呢 提供这个报效 所谓报效 就是官府公开的财政楼索 干嘛你要给我 这很多很多 我就不具体 这种报效要求的 很多很多各级都有 比如说有的时候 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啊 比如说我在湖北 办了这些工厂 我湖北要抗洪 抗洪需要钱 我就从你这些关东商办企业里面抽钱啊 问你要钱啊 你我那边有洪水翻来 要拯救灾民啊 要多少多少啊 这还算好的 那么比如说慈禧的六十大寿 慈禧六十大寿 开平 荣物局轮川召唤局长期给这个政府的报效极多几多啊 甚至相当于两具股本总额的在这个二十多年间吧 从1884年据统计啊到1911年在27年间 轮川召唤局和电宝局这两个企业呢 给政府的报效共三百五十万两相当于两具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六十 可以说呢 由于产权所有制不明啊 产权不明嘛 官方就刚才讲了 认为是属于官的 所以呢 各级官员也可以把自己的心腹啊 自己的人都拍到呢 因为这是个来钱的地方 贪污腐败也盛行 那么所有制问题说到底 还是产权不明 究竟是官府府所有 还是这些商人所有 官都商办和百年后 我们碰到的一些戴红帽子 其实以后有时间专门讲 这个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经历啊 实际上这类企业呢 都因为产权明晰而陷入 要产权不明而陷入困境 我们举个个案分析 举几个个案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讲这个 讲这个电报局啊 讲这个电报局 就是1880 我刚才讲过 1880年朝廷同意 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 说电报学堂 他呢 当时就他最信任的人也就是圣宣怀 圣宣怀是一个集 本身就是个小官员 从级别上说 但是呢 他极其精通官场这一套 但是呢 他有集会经商 对商业的这一套他也极为精通 别看他是一个读书 就是科举考试不成 但是这两方面 他是可以说一个极其精通 啊 极其精通 那李鸿章就让他来办 这个天津电报总局 他们知道官办肯定不行 就官都商办 电报总局呢 因为当时呢 大量的这个电报线路 外国的电报线路早就有了 都集中在上海 所以必须在 你从天津架到上海 才有意义 才和国际啊 连这个线路啊 连聚在一起 那么上海呢 就找了一个广东人 就一直给英国人当买办 在香港站在国的 这个郑观英 当为这个郑观英 来当副的 当这个副办啊 或者叫天津为总 上海副支 那么就让这个郑观英啊 作为这个副手啊 第二把手来副的 那么 当然了 具体这个张成 是这个电报局的张商张成啊 是这个盛宣怀写的 盛宣怀他最后写了一句 说官操齐全 实为颠补不破之力 他说 既由官都商败 事实商寿其力 而官操齐全 实为颠补不破之力 这个专 共十二条 我就不详细的分析了 他其中最重要的是 谈到这一点 他这个呢 谈到官操齐全 他就给了这个 郑观英看 证求郑观英 因为是第二把手嘛 在上海又比较懂经营 现代经营 郑观英就提出来 说这个 有点问题 说 郑观英又提出来 说中国现在 官的 中国现在官的权力 就很大了 你提出了商寿其力 而官操齐全 就说我们之活力 但是大权是在官方手中 这是1882年 他说 郑观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性的问题 他说中国没有商绿 中国当时就没有商绿啊 现在的啊 商业法规都没有 他说中国还没有宪法 郑观英说 专制之下 实际上各股东是没有办法的 啊 那么官方的权力和很大 到时候 如果 盈利多了 官方有可能会 收回来 啊 或者是勒索要钱 或者是收回来 他特别提醒 今天确实 李鸿章是支持我们的 但李鸿章恐怕不可能永远在这个位置吧 不能保守李鸿章的继任者 也和李同样的见识 支持商家 李鸿章的继任者 有可能就会把这个 郑观英就提出来啊 不应该有官操齐权 这个不应该过多的强调这个官的权力 但是郑观英呢 呃 这个盛宣怀呢 他有他的套礼 他说中国的风气是重官轻商 老百姓都是这样 不怕商人怕官 你创办这个电报局 我们开始要电杆 电线几千里 不被老百姓不砍电杆 那时候老百姓很穷啊 都要砍这个电杆来烧财 有可能砍电线 自己家用或者卖是吧 到前线多少年 谁还有偷电线的是吗 他说得要有人 原路有人寻线呀 谁寻就得地方官派人 老百姓才怕 地方官他为什么会派啊 你得说是中央是官办的 地方官才办 你说几个商人 商人办的 地方官根本不会当回事管 没有官这事事 根本办不成 根本办不成 呃 所以呢 但是呢 郑观英还是稍微 这个盛宣怀呀 还是稍微修改了一下 啊 还是修改了一下 最后呢 这个企业搬成了 还是挺盈利的 啊 还是挺盈利的 挺盈利的 历史呢 证明了 郑观英的远见 1902年 这个 李鸿章去世 在1901年去世之后 1902年 电报局就被袁世凯 北洋大臣 收尾完全观伴 郑观英 他们商人抵抗了半天 也没用 啊 郑观英当年的远律 成为县市 清政府呢 直到1904年 才颁布了商律 直到父王都没有宪法 郑观英在188几年说的 1882年说的 中国尚无商律 亦无宪法 中国尚无商律 亦无宪法 因此私人产权 得不到保障的担忧啊 说明他认识到只有制度 法治 啊 这个法治 那个治是 治政治的治啊 是rule of law 不是rule by law啊 才是商家的基本保障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悖论啊 盛相怀和郑观英 两个人观点不同 但全都正确 他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的 在近代的结构性矛盾 就是说 如果没有官 这个事你就办不成 但是正因为有关 你最后很可能就被官夺去 啊 被官夺去 下面我们讲 第二个个案分析 这种官都商败 啊 第二个干分析 我们刚才讲过李鸿章 第一次就是最早1872年 就提出来要办这个赚钱的企业 就伦川商局和上海机器 支部局进口外国机器 生产羊部 当时只要用机器生产的 都是羊部啊 生产羊部 这个来 生产羊部来卖 那么上海机器制度局 当然赚钱的 但是办了120年后 1894年2月 一场大火 把它完 多少个小时的 大概八九个小时 十来个小时 一场大火 大家知道纺织场失火 那你棉花 棉子那些一燃烧起来 很难控制 全部化为灰烬 但是李鸿章知道这是赚钱的 曾经办的经验 使他知道这是办赚钱的 所以呢 李鸿章还是决定要原址重办 在原来的地址重新再买机器 再建立上海机器支部局 还是派 盛宣华 你来做这事 盛宣华其实也担心 他知道没有官方是办不成 实际上他心里也担心 企业办好盈利后 很可能官方会收回 他就向李鸿章建议 说我们这叫上海机器支部局 不如改个名称 因为他李鸿章这时候 还是没钱办这个场 还是关都商办 招商人的商股 这个盛宣华就说 商人都不愿意入股 因为商人愿意 一听说这是上海机器支部局 局就是政府的衙门啊 政府的衙门 我投资的钱很可能就是 政府就随便就拿走了 不如改变一个厂 改局为厂 所以呢 李鸿章同意了 虽然改了 李鸿章同意了 虽然改了这一个字 确实大有讲究 李鸿章呢 终于同意了这个盛宣华的方案 改为厂 工厂 这个盛宣华就进一步提出 说既然改厂名 改名字改为厂 我们不如就不要上海这几个字 就叫华盛机器纺制总厂 李鸿章同意了 但一九零一年的时候呢 李鸿章去世之后 恰恰棉音画家个猛账 工厂亏本亏得厉害 这时候他还是关注商办企业 你做大事还得经过 地方的首长 行政首长的批准 所以呢 李鸿 盛宣华就串通了两江总督 刘坤一 上座给朝廷 因为这么大个工厂 关注商办 你做什么还得朝廷 亏损很严重 应该 李鸿另外招新的商人了 招新商入股 并且呢 再改一次厂名 再接再厉 清朝经过朝廷批准后 一九零一年呢 这个盛宣华宣布 旧股票一概作废 并且嘛 把这个旧股票呢 给了从前的商 因为亏本嘛 你商人也得认 对吧 并且还是做了点价 做二十百一十万两 全部出售给新成立一个公司 叫做集成公司 呃 等于说这个呢 这个厂就 因为很亏本 就完全卖给一个叫做集成公司了 实际上这个集成公司 实际上就是盛宣华 他的家族亲友 为收购这个华盛 而专门 设立的这个 这个公司 但转给了之后了 三月 哎 集成公司就说 啊 我不具体经营 我 他还是为了 不惹人注意 就把转租轨来 一个成立的一个 另外一个公司 叫做又新公司 说由他来负责经营 租给他 来经营 实际上又新公司的主要经理人员 也是盛宣华的亲戚 集成又新的实际控股人 就是盛宣华 所以我们看这个厂从上海机器支部局变为华盛机器纺制总厂 又变成集成公司 又变租给了这个又新 租给了又新公司 最后还是在兴权怀的控制之下 这个工厂呢 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都商办 经过逐步改制 变成了产权明细的盛室的私产 对于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 是不是化工为私 或者侵吞国有资产 一直呢 争议不断 但是呢 悖论或者吊诡的是呢 这两种观点 你无论说哪一种都各有各的道理 正说明了 我觉得在社会转型期造成的这个制度灰色地带 所以很难简单的以非非计白来做判断 但不论怎样评价吧 我查了书都说这个管理层收购叫做MBO 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的欧美的发明 其实首创权呢 可能是20世纪初 我认为是中国清朝末年的无私之通的声宣怀 这个呢 是应该入哈佛案例的 那么1901年 李鸿章去世 新政府强受官渡商办 就以这个袁世卡为主导的 把官渡商办企业一定要改为官办 其中呢 在轮电之争 就轮川招商局 电报局之争 开平矿物局 都遇到商人的抵抗 就是官商之间 展开了一场博弈 那么 这个博弈大家知道 这个民间商人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再举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 这个例子 例子就以轮川招商局为例 因为轮川招商局 现在还是央企 对吧 大家到招行 就应该想到 就应该感谢李鸿章了 当时呢 这种官都商办企业 后来派了这个官的督办呢 什么的啊 权力就越来越大 虽然他的股本 官本很少 但是你毕竟是官都商办 注册是国家的 那么从前李鸿章支持 那是商人为主 现在袁世凯为 袁世凯觉得应该是以官员为主 那他的权力就很大 所以当时人们批判呢 就说事实上是 你本来官应该是助手的 因为你的钱很少啊 你官股很少一点啊 而非 结果呢 不应该是以官为主 结果现在呢 一切是以官为主了啊 各种侍权经营 一切都是由这个官方的这个督办来管 一切都要经他手 并且呢 他里面贪污腐败 给自己亲戚 或者给北洋 给这个为袁世凯筹款啊 谁也不敢问 啊 谁也不敢问 这商股的这个股息啊 有时候就开始啊 每年应该分红一次 现在也那个官的督办就说 今年不分红啊 这个呢 他说你这个呢 官都商办 这个官的艺人专制啊 这个官方 所以呢 说你明 这个说你明虽然他不分红 他说是为了更好的积累 更好的赚钱 说你名义上是为了这个商人 实际上 是你这个 剥夺商人 他说以君权 君就是皇帝的这君主啊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关键 以君权而兴明事 安在其不败 就是皇家朝廷 你应该管的是另外的事 不应该是这种具体民间的这种商议上的事 还有说民间之事 一听明白 操刀带拙 避指商手 这个操刀带拙 拙他用的是就是一个十字旁 一个一斤两斤的金 就说你不应该官方 你不应该亲自操刀来来来办这事了 你就像你亲自操刀来办 避指商手 亲人物不听啊 就一直自己亲自办办办 最后办了整个秦王朝的这个垮台 在这个过程中啊 争斗的过程中 盛宣怀 他是轮川商局的这个负责人啊 他就是就代表商人的利益了 代表的商人的利益来和袁世凯 斗和袁世凯这个 博弈 他肯定斗不过 他呢 其中呢 他就是在这个 轮川商局两个负责人 主要是盛宣怀 第二把手就是郑观音 还是那个刚才讲了 从前是一个买办 他就觉得这个郑观音 他俩商量 这郑观音就提出来 这个是现在问题越来越多 说这所有的权利都有直立总督 就是指袁世凯了 由他一个人来决定了 我们商股商人那么的股东 我们对企业的经营啊 人事啊 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这个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 他的最后的后果呀 没法想 他说官都商办公司 现在看来 私逼很多了 那么 恰恰这时候 1902年 盛宣怀他的这个父亲去世 按照朝天的规定 他得 因为这是官都商办企业 是官办的企业 程宣怀也有关系 他必须辞职 回去几年去守守孝 守定用 袁世凯呀 借着这个机会 就说奏归北洋都办 啊 盛宣怀呢 还是不太同意 盛宣怀虽然回家了 实际上还能够指挥 这个轮船上去 啊 这时候 孙逸怀发现呢 恐怕无法抵挡 袁世凯收回 这张商局 孙逸怀就提出 一推为进 他说 那也可以啊 既然这个北洋啊 政府朝廷要收回 他说 啊 但是呢 这有很多这个股票啊 都是股份 都是商人的呀 都是商人的 如果一定要收回官方 那就商股退出啊 商股退出 你就按照这个 应该是多少钱 你赔偿商人就行啊 你给他知道朝廷 拿不出这个钱 也不愿 你这个钱 啊 并且呢 盛宣怀呀 由于这个股商的名义 开会 开股东大会 中国人是没有这个观念呀 股东大会 这是很进步的 很先进的一个 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一个标志 股东大会表态 啊 所以大家都签名 表示 这些股东商股表示 我们不愿意 不愿意 归这个官拜 把我们的股份退出啊 你给一个很低的价格 最后呢 当然了 还是以这个商人的失败而告终 袁世凯呢 还是派员 派员接管了这个招 袁世凯呢 接管了招航局 他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商股啊 商董啊 他又不能完全废掉 他就呢 实行了 改组 袁世凯 他把 首先他把这个贞观印 你不是第二把手吗 我再把你也赶出去 那就完全落入了 袁世凯之手 整顿局务九条 他把招商局变成了 明确说 招商局是北洋工产 工产 特别规定 股商不得倾夺 局中利益 什么叫局中利益 股商啊 那就是说实际上这是朝廷财产啊 我国国资 你就不能够随便分钱了 那么资本构成 我们看实际上这上去1891年完全还清了全部的关款 到1895年又全部还清了他借的外资的那些钱贷款 可以说自由资本商商股在这个总额中占了绝对的地位 但是股东就是中国人大家可想而知 商人股东敢怒不敢言 我在这用了股东 我在提一句前面 我忘记讲的 就是李鸿章 刚才我讲过 他把这个奏折啊 他是很注意的 或者很精明 或者很狡猾 刚才讲 他不说华商得利 他说中华得利 他把这些商 这些官都商办企业 他谈到这商人入股 他回避掉股东这个词 他叫股友 你股东股东 我估计 这我分析啊 他为什么一直不用股东这个词啊 或者叫商股 或者叫股友 朋友的友 大概这个东 曹廷会说谁是东家 股东 他们入点股就是他们就是主人了吗 应该是朝廷市主人呢 啊 所以呢 当时这些商人 入股的商人吧 叫股东 他知道在官的面前 我们商人根本没法和他交调 所以呢 袁世凯和他的代理吧 就他派的这些管理者啊 在几年之内 四年几年 就是就是把这个轮船商局视为这个北洋的公产 实际上就是私产啊 他想怎么用 怎么用 他要踢多少钱 就踢多少钱 所以呢 当时有些商人在下面抱怨彼此通信 现在弄出了啊 说 商商局我们的商人的股 完全是像被袁世凯当做一块熟肉一样 随便的歌 随便的分割 随便的切割 说那些什么都办会办啊 袁世凯的委员 这是朝廷派的呀 他们只知道假公祭司 说的都是国家的民意 政府需要干什么 实际上通通作弊 他说很多人 这些个本来不是很富有的 到了轮船商局 一下子就成了个富翁 那个 甚至比一些完全的官员还要富啊 是不是类似于某些企业啊 某些企业的什么股东啊之类的 所以这些股东啊 在这个我们是感动而不官员 于是呢 照商局就形成了这种官都商败 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局面 那些官委的总办 不论有无股份 就是官方派的总办 不论怎么样 都是为尊而权重 就是他们说什么就算什么 根本不需要跟商人商量 而那些商人 那些股商 实际上全是他们的 却为卑而权倾 只能相帅而听命 大家都只能听这个官方代表的 那总办的这个命令 所以呢 这完全不是现代企业内部的股东之间的关系 谁的股权大 谁说话的话语权就大 而完全 而这个完全是传统黄圈社会的主奴关系 你商人就是听我的 就是听我官员的 虽然大量的普通这个股商啊 非常不满 可以 但是呢 他们反复用了一个词 我觉得听说 为官如虎 只能图唤奈何 就是有时候开开会的时候商量怎么办 大家就不发一言 也不出一个计策 那上用沉默呢 来表示反抗 在私下里就通骂袁世凯 党同法医 三云复 并且呢 别商人不服管 想干点什么 有些忠诚啊 或者高层的 想干点什么 一下子就抓住你的把柄 灾祸就会临头 比如说一个叫徐 徐润的 开始受袁世凯重用 一个商人也是买办商人 开始他受袁世凯重用 后来呢 他又有点自己的想法 有些事情他看不惯 那马上就抓住他把柄 这种混合 所有制 里面哪怕有一点关款 你就不是完全的私产了 你就是北洋工产 你有一点 违规啊 或者不违法 或者违法 你就是青春公款 所以呢 这个 这就是红河所有制 很重要的一点 必须有明细的 这个 责权利的划分 法律上的概念 如果没有 那个产生 你说就是 他毕竟还有点观察 有点观察 你有点 他说你不规范 说那你青春 国有资产 而那个徐润当时就像被整了 那么 我们知道 在这个形势的压迫算 1905年 清朝政府说 我们要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呢 就1906年改官制 改官制呢 就从前都是很落后的 这些官 这些行政部门 没有现代的 1906年开始有现代的 这个 行政部门 包括有船部 啊 那就管铁路啊 管赵上局 这都归游船部 那赵上局呢 就名义上呢 你想当然 他是搞轮船航运的 就属于这个游船部管 游船部 记上呢 还是由袁世凯来控制 1908年 慈禧和光绪先后死去 袁世凯呢 因为当时这个摄政王 因为认为他在 这个戊戌政变中啊 是这个起了不好的作用 把他哥哥 这个摄政王认为 把他哥哥光绪皇帝 关起来 袁世凯起了重要作用 就把袁世凯赶回老家了 盛先怀当了游船部的右四郎 也就是说副部长 游船部的副部长 但是呢 1909年2月 袁世凯虽然回老家 实际上他暗中 可以主宰很多事情 他最信任 他的心腹 徐世昌当了部长 游船部部长 那 他就准备 把招商局完全收归国有 背后还是袁世凯 啊 这时候呢 招商局 毕竟袁世凯已经辞职了 所以 盛先怀 这时候 他已经是游船部副部长了 他就比较胆大了 他在上海张元 举行了第一次股东大会 全部股东都差不多都来了 七百多人 代表了三万多股 代表三万多股 选 盛先怀 郑观音 等九人为董事啊 还有什么查账员啊 组成了招商局第一届 首届的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 虽然已经成立了 但是并没有行使职权 这时候呢 8月24 招商局呢 朝廷又说 招商局以后归 还是要归游船部管理 啊 所以呢 游船部又说 既然是窝馆 我要派人管 派一个什么 作办总理一切啊 副作办啊 专办曹运啊 专办管一些什么事 会办兼总董 还有会办兼总董 专门查账 管财务 正式接管 招商局 实际上呢 是徐世昌和盛宣怀 争夺招商局控制权的又一个步骤 这个呢 盛宣怀也采取了反击措施 9月21号又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推举盛宣怀为政务主席 另外一个人为副主席 这时候呢 招商局就进入了所谓商办 说我们就完全商办 但是呢 有个很矛盾 说商办但还是属于游船部 叫做商办立部 隶属于游船部 这个招商局董事会成立后呢 必须做的是一个制定章程 和办理注册 因为从前没有商律 现在有商律了 1904年又正式成立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游船部 你要注册 而大家注意下面这个字很有 一件小事就很有意义 就是1909年9月 招商局董事和查账员的 他们就是郑宣怀他们这些商人 因为他是属于这个 隶属于这个游船部嘛 写一个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 立部章程 就是隶属于游船部 一些章程我们属于游船部 但是商人也怎么反正彼此的关系吧 承认股东会议 有权决定局中大事 有权批准公司签署的各项合同 有权修改章程 同时呢又确立董事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可以说这是一大进步 像现代企业 但是这个章程又规定这个公司 叫上去说 我们要遵守还是要遵守原来的清定商律办事 必须随时随时所有的事情都要摒请游船部 可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 或者说用现代标准来看企业标准 是个极低的章程 但是还是要没有得到游船部的认可和逼准 十月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游船部在批的时候 他勾掉了章程的标题 标题中的股份有限公司之样 改为招商局相办力部章程 我刚才他们首先这些商人递交的是 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力部章程 而这个游船部他批准的时候做了修改 标题就改为你们公司的名称就应该是招商局 招商局相办力部工程 并且呢批驳了这个就前面那一个他们什么股东啊 股东大会做决定啊什么的 说完全商股和完全商办不同啊 说你们这个不能说虽然都是商股 但不能完全商办 还是部署企业 还是部署企业 就是说啊还是要实际上是官办 就是说用商人的钱来自己办 官方办 这时候呢 招商局在这个让游船部批的时候呢 自己又进行注册 注册也不顺利啊 注册就是说根本就不顺利 这个游船部啊 他就不批准就不批准你这公司 你不按照我的来 我就不批准你就没注册啊 结果呢 盛宣怀他又是后来1911年元月 这辛亥革命都快发生了 盛宣怀又取代徐世昌 就任了游船部上述 就是说招商局出现了一段呢 他也有他的权利 一段主管人的真空时期 因为各有权利 袁世凯他们虽然退了 但暗中他们权利实际很大 盛宣怀也很有权利 这就是谁也弄不过谁 就一道主管人是真空 这在任何企业中都说罕见的 1911年8月 两个月之后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啊 这时候 因为盛宣怀是当了游船部上述 他有大权了 这时候才由农工商部注册 说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张成 才承认了完全商股按商律办 说但是同时又强调招商局自立不后 就是属游船部后 从前在袁世凯时代的 历年的关都商办的这个这个规账 还是有效的 你还要按照那个来 所以他说证明那个很有益处 还要按照那个来 也就是说商办力部 并没有完全摆脱 曾观音是从一开始到最后参与了 这个关都商办企业 他后来写了一个商务探 商务探呢 他就赶到他说 富强由来在商务 商出农工需保护 商律班行一认真 惊奇事的管商部 他就批判清王朝 开始是没商律 后来1904年有了 也就没有一个人 懂真正懂的人真正管 他说轮船招商开瓶逛 创自商人进商股 国子国家维持报销多 试看日本何所取 伴有成效疏忽便 官夺商权难自主 就是说这些都是商人办的 结果国家要了很多钱 勒索了很多 日本就是保护民营企业 并且最后是官读商权商人的股份 结果是官说了 电报贬价归国有 就是指电报商行局 就是不容商董请公估 这个公估呢 就是只开股东大会 最开始我读到这个 我以为是这个请的第三方评估公司 来估那个股票的价格 实际上我后来再仔细一查 不是 他就是当时他把股东大会 来评价这个股票 包括小股东 承不承认这个 他是指这个啊 轮船轮船局权在直立 商欲注册官不许 就是我刚才说注册不许 这总办商董啊 实际上都是官方派 不由商律由商局 按照现代企业 就谁的股权大 几个股权大 大家在一起表决 对吧 结果都是朝廷派 呃 大家想想这种官都商办 混合企业 就这 结论是名为宝商 史博商 官都商办 是如虎 官都商办 是如虎 这表示了这个 对混合所有制 最后的结局 那么 官都商办 我们开始讲了 他从前是很进步 后来 表现出他的落后 他的落后 那么一种新的 完全现代的企业 在中国开始出现 那么开始出现什么呢 就是完全私人的民营企业 那么我们讲过 这个 朝廷 开始就是一直是 由于不同意这个 现代民营企业出现 所以呢 只能采取官都商办的形式 但是实际上 从家务战争之后 朝廷的政策 就变了 就是说 在被迫的允许 民营企业存在 因为 家务战争被打败了 中国人第一次 觉得很纳闷 怎么会被日本打败 日本 当然原因很多啊 郡主离线什么 其中有一点 就是才知道 原来日本是发展 私人工商 另外 重要的一条 是这个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了 因为从前规定了 外国资本只能在租界啊 哪儿投资 设厂投资 除了个别的地方 是得经过批准 你可以 投资设厂 而马关条约 日本不是大胜了 就强迫清政府 日本企业 日本资本 可以在中国内地 任意设厂投资 那么按照从前的规定 只要有一个国家 享有这个权利 其他所有的国家 都享有这个权利 既然你允许外国 资本 在中国任意 设厂投资 你为什么禁止中国商人 设厂投资呢 这样呢 马关 所以后来马上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之后 就对内就宣布 放开投资 这时候呢 就允许私人企业的投资 就是1895年之后 所以呢 1895 96年之后 中国兴起了一个 投资私人工商业的 也就是说 刚才说 为什么那些官都商办企业的人 都觉得那些商人都觉得 我们应该纯民营呢 因为这时候 朝廷已经允许了 但是你怎么改制 那官方觉得官都商办 就不允许你私人 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一些这个思想家呀 一些读书人呢 甚至某些官员 还是在不断的推进 这个经商的思想 包括这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李鸿章的心腹 后来当了清廷的 驻欧洲好几国的 这个大使 叫做薛富城 英国欧洲之后 他发现 英国这些国家 商人地位很高 中国从前是 市农工商 级别最低 他说 我四名之刚者 是商业 他确实九州之内 所谓之六金之内 所没有 充分肯定商人 在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 一定要发展工商 这时候呢 这个 现代的这个工商业 就发展起来了 从1895年之后 但是我们要回忆 这个现代 再往前追一下 这种现代工商业 为什么说 非要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 就是允许外资 你允许外资 就不能够禁止内资 中国国民投资 也就是说 这个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 这些外资 反而是为中国民营资本的建立起步 腾飞 创造了某种条件 某种前提条件 这就是历史 也是一个历史的悲论 有时候不是完全按照逻辑的 他多久挤压了 恰恰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禁止 他嘛 你才没有办法禁止我 我们看 我们还是举这个轮船的例子 就是在轮船商局成立之后 大家都知道这是赚钱的 尤其在比较 经商头脑比较活络的 就是苏州 上海 杭州 包括台湾 有一批商人就开始说 我们是不是也办一点 就轮船公司 他们我刚才讲过 民营的这些 你一办 1885年有人就开始办了 用小火轮开始跑 但马上就被禁了 包括在航性途中 遭到那个水师的拦截 炮船 就是清政府的 你一个民间的 你凭什么买轮船跑 最后呢 有很多 后六年 还有些商人办 还是被地方单局武装干涉 就是派那个水师 跟你们啊 结果了 他们就发现呢 说那样子的行不行 那样子的 我们采取一个变通办法 我们买轮船 成立 搞了买很多艘轮船 我们成立一个名义上 事实上是个小公司 但我们挂靠 挂靠在轮船商局 我们等于说挂靠算 轮船商局的一个付出 那李鸿章都批准了 李鸿章觉得这是很好的事 轮船商局又可以收一笔挂靠费 并且通过小轮船 把这个轮船商局的业务申请 延伸到一些内湖轮船 因为这民营的 他办不了大海轮 都是跑内湖 内河像湖南 湖北这些 李鸿章觉得很好 所以呢 只要你挂轮船商局了 在江浙一带就被批准了 但是1888年 湖南成立这种 湖南的无论是李鸿章批还是谁批 湖南的当时的这个地方领导和官司 就完全反对 说不行 你挂靠在轮船商局也不行 挂靠在轮船商局在某种程度 就是官方的 说那也不行 结果这湖南的这些商人 反复的去 去这个活动运作 包括李鸿章都表态了 说我们支持 他是我们商商局的 或者说干脆说 由我们赵商局完全代管都不是一般的 这个挂靠了代管 但是湖南的这个官司还是尖尖反对 说 反正他不能在我们湖南境内 刑止 结果也没有办法 到甲午战争前的1890年 有一个官员还是满族的官员也提出来 应该允许各省这种跑内湖内河的这种小轮船 结果还是被否定了 也就是反映出了 当时广东浙江这些地方是比较开放 后来1887年 这些广东浙江有些民营商人买了一些小轮船 挂靠在轮船商船局 就获得当地地方批准了 但是甲午战争之后 因为清政府放开了 这时候第一批内港的跑内河湖的民营公司 迅速的诞生 就是有很多吧 这个小的轮船公司 尤其还是在苏河航这一带 多湖南 因为朝廷允许了 所以湖南呢 也湖南湖北也兴起了华商小轮船企业 另外呢 1897年呢 赵商局这个新成立 成为中国第一大 这个第一大股东的银行 现代化银行也是从那开始的 正式命名为中国通商银行 所以到现在 你这个 现在啊 如果你到这个 这个赵商银行 就要想想 这是李鸿章开始 追源头要追到李鸿章 这就是说面临着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 官都商办企业 在开始没有官办 根本办不成民间 所以它有巨大的进步作用 但是到后来 尤其到1895年以后 已经有允许私人企业 存在注册发展 合理合法的了 你这个官都商办企业 尤其你又都是商骨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 明确的改制啊 明确为所有制 明确为商人的呢 反而 这时候像袁世凯一些 清政府 反而倒行逆施 把所有的官都商办企业 要收归国有 收归国有 也 也罢 你但是你要给商人 这个 相应的 这个补偿啊 他又不给 他又不给 所以弄的这个 所以恰恰是最早入股 这个官都商办企业的那些商人呢 都是非常非常富有的商人 他们的财产要被大量的剥夺 那是非常愤怒的 啊 是非常愤怒的 所以就是这个 这还是说明了 由于清政府的政策 我的 因为这是主要是讲官都商办啊 那么我的文章啊 和我自己的观点 我始终认为 清政府最后的垮台 不是因为革命党多厉害 而是他自己的政策 把这个 商人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的 一批一批的 得罪了 是他们从反对革命 反对社会动荡 到逐渐逐渐一点一点的 一批一批的支持革命 支持孙中山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刚才讲过 就是这个 官都商办企业 最后把里面的商股 完全给侵吞了 啊 完全的侵吞了 用这个郑观英的话说 就是 名为保商 拾拨商 官都商办 视如虎 啊 那么也就是说 所谓官都商办 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 就是一种官民的混合经济 那么在 如果是一个有 严格按照宪法 按照商务 的来说 就是官民都是 或者政府和民间商人 私人企业主 都是在市场交易中平等的主体 那么 我可以买你的股 公司的股 你可以入我的股 咱们都按照股权来说话 那么 咱们都按照这个股权来 来按照商业规律啊 按照这个市场经济的规律来 按照法治的规律来 那当然没问题 就是在混合企业中就对法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没如果没有严格的这个法治 就是rule of law 那么就像轮廠商业局呢 商这个官股实际上官本就最后已经被还清了 但我就是要派 派了之后 还是我说了算 你们都要听我的 而且呢 你们如果胆敢越过我了 什么分红什么 你是侵吞朝廷的资产 侵吞北洋公产 那你是犯罪的 所以呢 说到底 还是说 这个改革进步啊 现在企业的建立 是逐步而来的 一点一点的 我们要历史的看到官都商办的进步性 因为啊 但是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 需要产权明晰 已经走到产权更明晰的这个现代 现代这个私人 这个企业产权的时候 你怎么样进一步明晰 官都商办企业 彼此的这个权界的边 彼此这个权限的边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可能会给我们某种 这个深刻的启发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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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